我当时耳朵坏倒了 就是我的左耳是听不见的 我只能靠右耳去听 2019年张碧晨因怀孕暂时引退 由于保密工作到位 再加上华晨宇方面始终岁月静好 所有人都在猜测他突然消失的真相 传到最广的无疑是与张婕的绯闻 一些带节奏的营销号说的有板有眼 直言二人约会被谢娜撞见 于是头顶清清草原的芒果一姐 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堵住了张碧晨的心图 逼得谢娜不得不在节目中主动澄清 略带自黑的表示 说我没文化我能接受 但是造谣我欺负新人我就很生气 然而吃瓜群众显然更乐意相信 出轨被封杀之类的狗血剧情 尽管谢娜主动发声 张杰和张碧晨的绯闻依然沸沸扬扬 无奈之下 谢娜只能晒出了与张碧晨的合照 还放出了二人的聊天截图 上演了一出姐妹情深 原本故事该到此结束 没想到三年后 因为粉丝给华晨宇送上的父亲杰祝福 让张碧晨深陷带孕风波 这件事又惨遭八分 只不过这次谢娜的口碑 却得到了全面逆袭 原来父亲节当天 华晨宇的社交账号下 不少粉丝留言送上祝福 虽然始终对外树立单纯人设 却无法改变其以为人妇的事实 所以这样的祝福并无不妥 没想到却触碰了真爱粉的逆铃 于是时隔一年半 张碧晨的微博再次被冲破 黑粉们二次质疑 她当初偷偷铲子的动机 更有挑试者把矛头指向明星代孕 毕竟去年爽子出事后 娱乐群类似的传言不在少数 杨颖也曾深受其害 尽管凭借工作室的巧妙回应 化解了舆论公式 但代孕的传言却始终未断 这次轮到张碧晨黑粉为了一锤定音 个个化身负尔摩斯 不仅找出了张碧晨产女前的身材对比图 连美国医院的产子规定都详细离出 直到张碧晨好友放出其医院代产的照片 类似的猜测才逐渐平息 而谢娜当初顶着舆论的巨大压力 在明知张碧晨出国产女的情况下 始终一起保守秘密 也成了为人正义的体现 显然在这波因夫情节祝福引发的粉丝互私中 谢娜成了唯一的受益者 只是不免让人好奇 为何时过一年 这件事还能重回大众事业呢 或许得从华晨语的新女友开始说起 讲完一期的张碧晨 为何比不过名不见经传的 十八线女演员王岳仪 王岳仪第一次拥有较高的曝光度 是在世神令中饰演蝴蝶金八彩 别看他翻位不及周迅 沈岳王立坤 但人设讨喜程度和妆容经验程度 也就女主周迅能吻压一头 一时间不少人好奇 这位初出茅庐的九五后小花 究竟有何背景 正式出道前王岳仪只是为拍摄情侣当Vlog的小网红 有个文青气质的颓废男友 网民大概是景悦 郎才女貌的情侣日常 新冷不少粉丝关注 很快二人就在情侣滤镜的加持下 涨粉百万 再网红圈想要名气 不过随着名气的增长 王岳仪的不当言论被扒出 甚至还有一些涉及立场的极端发言 得益于当时的名气并不高 每等事件发酵 所有与之相关的话题都被删除干净 紧接着王岳仪迁入经纪公司正式进军演艺圈 刚出道就拿下了雅诗兰黛口红系列广告代言 合作对象是鲜肉顶流肖战 之后又登上包括时尚八杀在内的各大顶级杂志 杨明努力了近十年才办到的事情 出道一年的王岳仪就轻松拿捏 2018年靠视神令站稳脚跟后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与景悦分手 二人分手的话题还登上热搜引发不少关注 粉丝遗憾的同时王岳仪的演艺视野却迎来了蓬勃发展 一年四部影视剧合作的不仅有张宋文这样的实力担当 还有任嘉伦白露等顶流代表 连周五阳光都向其伸出橄榄枝 在乔家的儿女中安排了大方热情的杨林子 这样的资源配置可谓逆天 不过娱乐圈从不缺出道际巅峰的典型 更何况王岳仪的颜值虽略带中性美 在人均微调的演艺圈也算不得顶尖 最终也没能摆脱高开低走的规律 直到2022年与华晨宇的恋情曝光 他才迎来了第二波大范围曝光 令人疑惑的是 同样是和华晨宇谈恋爱 王岳仪想收到的待遇明显比张碧晨好上太多 张碧晨买醉十次也挽回不了华晨宇的决绝 2022年3月 华晨宇和王岳仪的恋情首次曝光 令人意外的是 作为华语乐坛公认的天之骄子 又顶着与张碧晨未婚生死的黑历史 华晨宇却收获了满满的祝福 女主王岳仪的社交账号下也尽是赞美之词 与当初张碧晨的微薄沦陷 完全两种截然不同的极端画风 而在华晨宇新恋情曝光当天 张碧晨就被拍到深夜买醉 在男性友人的搀扶下 跌跌撞撞的消失在了夜色中 尽管之后他现身辟谣 坦言当晚只是好友聚会 身旁的男性友人是自家亲戚 但两件事如此巧妙的撞在一起 这样的理由似乎并不能令人信服 无都有偶 6月20日 华晨宇和王远颖的词汇画面再被曝光 张碧晨代孕的话题就冲上人搜 看上去毫不相关的两件事 却因为张碧晨好友的仗义直言 变得更加微妙 因为随着张碧晨产后照片的曝光 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张碧晨 同时斥责华晨宇不负责任 随时二人关系早已明朗 但身为孩子的父亲 面对铺天盖地的代孕传言 按理说出于对孩子的负责 也该主动出面回应 但他却自始至终未曾表态 倒是粉丝们忙得焦头烂额 一边要将代孕传言甩锅黑粉 一边又要替自己家爱豆辩解 连华晨宇曾送给张碧晨两一豪宅 当作粉手亏赠都被扒了出来 传言的真实性不得而知 但粉丝的护主心切却令人动容 要问华晨宇粉丝为何总对张碧晨充满恶意 或许从张碧晨把他宠成菌英的那一刻 这种落差就已经注定 二人最初交集是在2015年的一档综艺节目 节目中张碧晨对华晨宇的关怀无微不至 捏尖倒水还要忍受对方偶尔的撒娇 算不上卑微却也绝对谈不上平等 再加上华晨宇始终对外辟谣 把张碧晨说成好哥们 一句话让对方的付出变得不明不白 落在粉丝眼中删成了比我用心的倒贴 反观如今的王月影 尽管当事人也从未出面回应 但二人的情侣日常相依显现 比如华晨宇现身浙江路综艺史 王月影的IP定位也在浙江 将二人先后晒出了风格相同的拍立的照片 不仅如此 他们还有相同的发型和同款耳钉 再加上先后两次私下约会被拍倒 华晨宇虽然没有官宣 却宇默认无异 且不论张碧晨的两次热搜是否与此有关 至少有王月影相比 他或许从未得到过华晨宇的真心